當前小米MIX4的爆料不斷增多 有爆料人士公布了小米MIX4 而且爆料者還稱對於該機的顏值評價為高顏值警告 從小米MIX4爆料看出該機的屏佔比非常高 目前已經確認會使用屏下掃頭打造真正全屏設計 同時四周邊框處設計較窄 下巴部分的表現也不錯 結合爆料中提到的兩側曲率不算很大這樣的說法 新的小米MIX4機型有可能會配備一塊曲率較小的曲面屏 而不是直屏的方案 這可以在帶來更好的視覺效果的同時 保證操作的準確性 所以用戶不用擔心誤出問題 小米MIX4此次將正式使用新一代屏下鏡頭 而不是打孔屏 據說和剛發布的中芯X330有的一筆 這也成為大家備受關注的 因此小米MIX4在被談論起屏下鏡頭技術的時候 小米高管王騰在和粉絲互動的時候暗示 該機將會是小米的第一代屏下鏡頭手機 小米用的是第三代屏下掃頭技術 將前色完全隱藏至屏幕下方 配合它的微曲面屏設計 帶來了無孔化的視覺效果 顏值擔當而且畫質更好 小米MIX4除了顏值高外配置也非常高 據說大剪的是骁龍888 Plus處理器 打造強大的性能體驗 骁龍888性能雖然強大 但是被很多網友吐槽功耗大發堂高 可以說口白不是很好 而骁龍888 Plus相信會在此基礎上 優化有一些改進 畢竟後面發布的 而且很多廠商也有更多時間打磨了 因為有了打磨骁龍888的經驗 用在骁龍888 Plus上 因此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此外小米MIX4會配備120W的超級閃充 小米11串使用的是67W 可能雷軍不給小米11串用120W 就是為了給小米MIX4留下準備 目前120W的閃充相對已經較為成熟 很多手機廠商都在使用 小米MIX4能擁有120W閃充也是備受期待的 事實上小米10至終紀念版 才是首發120W閃充的手機 小米MIX4還將採用 三星G2傳感器為主色 5000萬的像素 該鏡頭傳感器支出為1.12分子1英寸 是小米花費2億元定製的傳感器 跟三星聯合研發的產品 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手機攝像頭傳感器 因此仍然是非常高端 在小米面試上使用完全是沒有問題 而且拍照還令人期待 可能還採用了4800萬潛望式超級鏡頭 最高支持120倍的超級變焦 對於米粉們來說 很多人都甭以為跟著小米MIX4 來探索旗艦一起到來 會由MIU13系統降臨 畢竟小米更新MIU12.5系統後 被只bug太多 米粉們用戶並不是特別滿意 因此迫為期待的MIU13大版本 大家都希望能如願而至 據了解 近期被曝光所指的幾款小米新手機 新品版在系統上仍然預裝MIU12.5 要等到正式版推出還需要一段時間 估計MIU13真正首發機型 是壞在小米12系列身上 那也就是今年接近年底的時候了 最後就關於該機的發布時間 有消息稱 小米將在8月份內正式發布小米MIX4 當然了 目前該款機型也已經正式入網了 在小米10年新創業期間 小米發布MIX4 而且恰逢預見屏下少頭時代 小米MIX4是否能應用而生 相信還是很期待的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